Hello 这是巧克力的快递 又到了一大批 今天呢 又开始我们的拆箱视频 来吧 动手 好了 现在东西呢 已经全部拆出来了 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路上旁边鞋带的一个筷子 它还有勺子 一共是10块钱 这样装起来才不会被真的乱七八糟的 上次巧克力在拍视频的时候 把手机支架弄掉了 这重新买了一个手机支架 这个手机支架是79块钱 自拍杆 华为的 嗯 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可以就是 第一次来就有 比较方便 自己有误物 这个是新买的一个三脚架 哇 这个比较大套 呃 这个三脚架呢 是82块钱 比较笨重 下面这个挂钩可以带一个挂灯 到时候灯就方便有地方挂了 哇塞 这个还得研究一下呀 啊 这里呢是巧克力买的一支笛子 到时候在路上准备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曲 38块钱 嗯 打算自学成材了 这个雨衣 之前雨衣很多朋友都说我那个 雨衣不好 我现在买了一个分体的 哇 感觉好大呀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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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要换 太大了 这个雨衣已经成了我的裙子了 马术不对啊 裤子都不用试了 太恐怖了 嗯 然后呢巧克力还买了一件皮135 试一下吧 高腰的 起忽略我的裤子 收的也收的还不错 不错 满意 唯一要退的就是这个雨衣了 这套雨衣118 反光的 反光服 但是 不能要 嗯 买了一套运动服 运动服呢是很便宜 五件套的 打算到时候路上 跑步 穿的 五件套才69块钱 嗯 哈哈哈哈 菜菜香的视频感觉是最爽的了 好啦 这就是巧克力这次买的所有装备了 这个雨衣呢 我刚刚想了一下 本来是打算把它留着的 明天要出发的嘛 怕这里天下雨 我在想大一点的话 能穿也可以将就一下的 结果把这个裤子打开 哈哈哈哈 他已经到我这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必须得退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 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 拜拜